马式海军 马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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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时池 那是快 选举委员会选举 下个月19日正式举行 到時全香港會有五個一般投票站 一個警署專用的投票站 票站地點稍後會刊獻公佈 灣仔會展會做一個中央點票站 根據最新的選舉指引 今年厲害了 中央點票站會第一次安裝攝錄系統 政府昨天刊獻公佈選委會獲有效提名的參選人名德 共有1496名參選人的提名是有效的 兩個人的提名是無效的 那兩位無效的又是哪兩位呢 包括登記立法會界別當然選委的鄭松泰 和報名保險界的蔡志堅 選委會36個選舉界別裏 有13個界別的分組是有競爭的 涉及的是412名參選人去競逐364席 激烈稱得非常有限 23個界別分組的603名參選人自動當選 負責審查和確認參選人資格的 就是資格審查委員會 委員會主席李家超 即是節目司長 昨天交代結果 不點名指被DQ的蔡志堅 是因為沒有登記為地方選區選民 不符合參選的基本條件 鄭松泰被裁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要求 李家超表示 資審委曾經要求鄭松泰 就一些指名的事項提供資料和解釋 同時亦有尋求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意見 而資審委是根據國安委的審查意見書 裁定鄭松泰的登記是無效的 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哪裏呢 重要性在於由於DQ的決定 是涉及國安委 所以不受司法覆核的挑戰 一錘定音 講完 李家超沒有交代諮審委 是基於鄭松泰的甚麼言行而DQ他 只是審查時參考過負面清單的行為 涉事者過往的言行著作和文章 以及被要求遞交的額外資料 資審委是綜合考慮所有事後才作出這個決定 而參選人的政治聯繫不是考慮 有趣的是鄭松泰去年沒有跟民主派總辭 留下來繼續做立法會議員 這個行動就是獲得港澳辦的讚揚 說他沒有被綁架上總辭戰車 這個明智之據是值得肯定的 李家超就說 其他人的評級或評論 不是知審委的主要考慮你 即是說 就算習近平主席曾經讚過你 也是沒用的 嘩 挺大膽的 李家超強調審查不是想搞清一色 參選人可以反對政府 但不能損害國家和香港的利益 他形容整個審查過程是非常之嚴謹的 對於那些嘗試加辦符合要求的參選人 他的說話是這樣的 我不會讓他們的發言考慮去嘗試替自己漂白 因為騙徒往往最厲害的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司長真的好像很了解騙徒 這次對鄭松泰來說可謂是雙重損失 除了損失成為當然損毀之外 亦因為這個決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他自己透露 知審委向他查詢的信件有1cm後 涉及自2015年起的言行 問題主要關於在愛國者的尺度之下 他是否真誠是否忠誠 他過往的言論著作和出席論壇的內容 有沒有履行議員的憲制責任 過往的言論有沒有涉及愛國勢力 翻查資料 鄭松泰2015年參選區議會 屯門樂趣選區的時候 熱血公民提出一個叫香港建國的口號 鄭松泰當年解釋 說口號的意思是 將本土的聲音帶入區議會裡 以本土的聲音當家作主 又說參選是要提出反共、反殖民意識 2016年鄭松泰參選新界西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曾經提倡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 當選之後 他又曾經在會議廳裡 將民建聯議員座位上的 國旗和區旗倒轉來插 這個行為除了被法庭裁定 侮辱國旗和區旗之外 也引來建制派動議 說他行為不檢 要求取消他的議員資格 譴責議案當時在非建制派反對之下 令到鄭松泰可以保住他的議席 但他因此被刑事定罪 而不能獲得理大 逐約 失去了應用社會科學系 專任導師的職位 根據今年5月21日生效的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集項修訂條例 侮辱國旗 主張推動全民公投 全民制憲 都是屬於不擁護基本法 屬於不效忠特區的負面清單行為 還有他又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 叫做《由本土民權到建邦立國的書》 曾經被大公報引述他當中的所謂狂言 香港人沒有故土 唯有香港建國 相信這些都是他的死罪 不過公道點說 綜觀鄭松泰在大半年裡的表現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沒有做到什麼 可以認定為不外國外港的事 甚至他的表現可以被形容為 相當配合到特區政府 今次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決定 某程度上來說也挺搞笑 一方面內地學者田飛龍說 不參選就是攬抄 建制派盧文端又說 民主黨參選只是流條活路 但現在又DQ非建制派的鄭松泰 還有去年現任立法會議員 是人大常委的決定 但今天由特區政府裁定議席失效 特區政府整理掛在口邊的憲制秩序問題 在這裏似乎出現了一個尷尬的情況 如此種種的發展 難免令民主派思考參選 是否真的自尋煩惱 這就是他們自己才知道 大家好,我是Sherona,吳家希 今天我上完Steven King這個節目 我的感想就是 我哭得太多了 每一次好像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我都可以控制不了情緒 然後呢 Mr.Chan Chi Wan 他不是逼我埋場角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問題 會令我很想回答他 然後我回答他的事都是想哭的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也挺好的 今天是另外一個聊天和分享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回憶和經歷 記得大家繼續看智雲頻道 因為除了有Steven King這個節目 還有很多其他節目 大家記得subscribe和like 還有看多一些 拜拜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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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